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下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我住在这里的理由 南京抗议现场 好久不见武汉 一步步记录 中国社会生活的纪录片 让现居南京的 日本导演竹内亮 在网络上火了起来 东京奥运会期间 他又回到他熟悉的 日本东京 拍摄一部 关于东京奥运会的纪录片 我们这次拍 这个奥运会的纪录片 差不多拍 拍了一个多月 从6月下旬开始拍 我们这次拍的 主要是人物 各种各样的人物 主要是中国人 因为主要是 我想把这个片子 给中国人看 因为中国人来不了 这次 因为无观众 所以就是没法来 所以我想把 真实的东京奥运会的情况 就是介绍给中国人 在纪录片中 竹内亮拍摄了 包括东京奥运火炬手 奥运女排赛场主持人 奥运志愿者等 参与东京奥运工作的中国人 他坦言 自己原本并非体育迷 但在采访拍摄的过程中 无论是采访对象 还是中国同事 对奥运都展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奋 这也深深感染了他 女排是最激动的嘛 因为那个主持人 是我们拍摄的主人公 就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 特别的 骄傲的感觉 但我们要认识他 就是那种感觉 我们的朋友 在现场 那种感觉 就是骄傲 自豪的感觉 那其他的 还有那个中日 那个混双的乒乓球 那个很有意思 因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比赛 我到底会支持哪一方 我也自己想一想 然后我想去看 到底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看了 结果是 没有支持哪一方 就很平等 所以谁输谁赢 我觉得都无所谓 卓内亮告诉记者 在拍摄奥运会 纪录片的过程中 让他感触最深的 便是中国人的团结 比如说 我们去拍了街机 中国队来了 哇 好厉害 全是中国人 是中国的媒体 还有中国的粉丝 在立华人 各种各样的人 都喊 中国加油 欢迎欢迎欢迎 最后那个时候 感受到了 中国人的团结的力量 所以这次拿了 这么多的金牌也好 那么多好的 得到了这么多的 这么好的成绩 还是应该跟 这个中国的团结的力量 有关系吧 就大家一块加油的感觉 从南京 武汉 再到东京 卓内亮在中日两国之间 用纪录片的形式 架起了桥梁 也因此受到许多 中国网友的喜爱 他说 让两国人民互相了解 这正是他拍摄 纪录片的初衷 比如说 现在欧洲的国家也好 日本媒体也好 大家都骂中国 黑中国的报道特别多 但是我作为一个 住在中国的日本人 来讲的话 就不爽 看着很不爽 就是 他们不懂了中国 所以我把真实的情况传达给他们 你看你看这是真实的中国 不要那么随便骂 你们懂什么呀 很多中国网友也天天骂日本 那至少把真实的情况传达给他们的话 他们也许 就可以理解了解吧 为什么这么乱 日本人也很无奈 这个也一种真能量吧 因为现在疫情嘛 就一边控制疫情 一边安全的办奥运会是非常难 我想把 日本的文化 传达给中国人 我想把中国的文化 传达给日本人 或者其他国家的人 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被大家认可这个事情 很荣幸吧 竹内亮说 如果有机会 他也希望能够去拍摄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纪录片 他希望能通过两个疫情下的奥运会 展现出更多中日之间的文化差异 促进两国人民更好的相互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